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个彩礼钱都出不起 所以谁也不愿意嫁给他 因此李镇变成了村里的老光棍 可是李镇对此却没有强求 毕竟自己条件就摆在这 至于这婚姻之事 一切就看天意了 这天原本平静的村子突然间就热闹了起来 尤其是村子里的单身汉们 一个个的全都聚集在了村口 原来是村子里来了个妇人 据了解死女名叫董月梅 她乃是南方人士 由于家中遭遇了洪水 所以便一路逃到了这里 董月梅的丈夫已经在洪水中离世 只剩下了她孤身一人艰难度日 董月梅今日前来 便是为了在此定居下来 她用了自己身上仅有的银两 买下了一处院子 恰好就在李震的家对面 这董月梅虽然已经嫁过人了 但是她看上去 就跟那十八九的小姑娘一样貌美 所以村子里的单身汉们 全都争着抢着上前献殷勤 想着能抱的美人归 乡亲们也劝李震过去试试 毕竟她也没有成家呢 可是李震却摇头轻笑 自己不过是个穷小子 这董月梅如此美貌 怎么可能看得上自己 她就不去自取其辱了 自打月梅来了之后 她的追求者一天都没有断过 好多人都是从外村闻讯赶来 这可把月梅给愁坏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村子里有一个王阿婆 这村里经常会有人找她说美 见见帝王阿婆便有了名气 这天王阿婆找到了月梅说道 月梅 以我看你还是嫁给那张屠夫何事 她虽然长相凶了些 但是这家底殷实 你嫁过去定然不会吃亏的 文言月梅却摇头道 多谢王阿婆费心 只是这些日子以来 月梅心里已经有了心仪的男子 还望阿婆替我做主 听到月梅的话 王阿婆连忙问道 不知道是哪个臭小子如此幸运 月梅你直说便是 文言月梅变点头道 他就是对门的李震李大哥 他为人心地善良 是个热心肠 我若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听到月梅的话 王阿婆不禁一愣 他开口道 月梅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这李镇虽然人事不错 可这家李却是太穷了 你若是嫁过去 可少不了吃苦 不过月梅却没有动摇 他开口道 我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这些苦不算什么 只要他能真心待我 将来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听到月梅如此坚持 王阿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于是王阿婆便找到了李震说了此事 李震知道后也是心中大喜 于是便跟随王阿婆来到了月梅的家里 李震看到月梅如此的美貌 不禁老脸一红 只听李震开口道 月梅 既然你能看得上我 那我定然会好好待你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月梅点头道 我相信李大哥的为人 只要我们好好努力 将来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就这样在王阿婆的撮合下 二人便走到了一起 由于李震家中贫苦 所以便简单地办了桌酒席 算是正是迎娶了月梅过门 乡亲们见到李震 娶到了如此貌美的妻子 不由得心中羡慕 都说他这是傻人有傻福 成婚后 夫妻俩十分的恩爱 除了李震在外面做瓦匠挣钱 月梅也在家里接了些女工来做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 这小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就在半年后 月梅便查出了身孕 这可把夫妻俩高兴坏了 于是在二人的期盼下 月梅终于是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许名李通 夫妻俩对儿子十分的疼爱 别人家的孩子 有的自家的孩子也要有 所以李通从小 就在父母的疼爱中长大 等到李通大了些 李震便将他带在身边 打算将自己的瓦匠手艺传给他 可是李通从小就十分顽皮 哪里会削得下这枯燥的手艺 总会趁着父亲不注意 偷跑出去玩耍 见到儿子如此叹玩 李震可没少教训他 不过这孩子是越打越淘气 见状李震也就不再约束他 只盼着他在大歇能够听话点 可是一场意外的到来 却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这天李震一大早就出门去了 可是一直到了傍晚都没有回来 这可把家里的月媒给挤坏了 于是他连忙喊上乡亲们 帮忙去了丈夫做工的主家寻找 可到了那才知道 李震出了意外 原来是从高厨给摔了下来 现在还在医馆里抢救呢 听到这月媒也是心中大惊 于是众人赶忙来到了医馆里 不料郎中缺开口道 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不容易了 还是把人带回去准备后事吧 文言月媒不禁心中悲痛 于是乡亲们便帮忙将李震给抬回了家 过了仅仅三两天的时间 李震便彻底地离开了 乡亲们见月媒可怜 于是便帮着将李震下葬了 要知道这些年来 月媒跟丈夫的感情一直很好 至今都没有争吵过 所以丈夫离世之后 月媒也是有了心结 原本乐观开朗的月媒 现在却变得郁郁寡欢 就这样过了末期日 月媒变生了一场大病 为了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银子 虽然月媒的命保住了 但是她的身体早已经是大不如前 根本就做不了重祸 所以这家里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如今这家庭的重担 已经落在了半大的李通肩上 李通心中很是懊悔 之前没有跟着父亲学习手艺 如今的他只能靠着上山砍差来换取银两 要知道母亲每天都需要喝草药 这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可把李通给挤坏了 可是一个机会的出现 却改变了李通的命运 这天李通背着木柴来到了城里售卖 就在他路过一处客栈之时 却见到了不少人围在这里议论纷纷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出于好奇李通便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下 只听的人开口道 据说这客栈里来了个木匠大师 名叫张胜天 听闻张大师没有儿子 所以便想着在此收下两个徒弟 传承木匠手艺 若是能侥幸成功 将来那可就有好日子过了 文言李通也是心中一惊 他朝着前面看去 只见这客栈外已经离三层外 三层挤满了人 而且还有一些衣着华贵的富家子弟 看来这张大师定然不是凡人 于是李通赶忙 将木柴便宜卖了 随即便来到了客栈外等候 他可不想错过了这次机会 很快一星人便有序地排好了队伍 等待着张大师一个个的考验 可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 来到了众人身边讨药银两 凡是靠近他的人 全都是眉头紧皱 一脸嫌弃 乞丐笑嘻嘻地说道 还请好心人给鸡个铜板 老头我已经数日没有吃饭了 可是转了一圈都没有人愿意施舍给他 都躲得远远地 生怕被他沾倒弄得一身恶臭 到时候若是被张大师嫌弃可就坏了 可是唯独李通和他们不同 他则是掏出了怀里仅有的几个铜板 和一张饼子递了过去 老乞丐望着李通微微一笑 随即便收了铜板离开了 很快张大师便走了出来 他在人群中不紧不慢地走着 来回打量着来面诗的人 不久后便开口道 想要留下的便在这里接受考验 为妻一周 最终我会收下两名弟子 文言众人皆是一喜 于是众人便来到了一处空院之中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 张大师便教授给了他们一些最基础的知识 并让他们自己动手来做 李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由于他没有基础 所以只好拿出比常人更加努力的态度来 每天都会独自磨练到深夜 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去休息的 转眼间七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张大师便开始正式收徒 首先第一人毫无疑问 他名叫周安 本就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了 此人天赋不错 年纪也不大 所以他早就是大家心中的第一了 所以众人便只想着 许征着第二名就好了 没想到张大师在一番寻找后 便停在了李通的身前 他开口道 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弟 文言李通心中大喜 他连忙点头道 小子李通见过师父 小子给师父磕头了 见状周围的人不禁开口道 这李通对木匠一窍不通 在场的有着很多比他要强的 为何张大师会选的做徒弟 文言张大师却没有解释 而是从怀里缓缓掏出了几个铜钱 递给了李通 李通不由得浑身一颤 他不由得想到了当初的老乞丐 原来是他 就这样 李通便败在了张大师的门下 张大师在得知李通的家境后 对他也是十分照顾 便出钱帮着医治好了李通母亲的影迹 让李通可以放心地跟随他学艺 李通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知道自己没有基础 为了不给师父丢人 也为了自己的未来 所以李通学习十分的刻苦 基本上每天都会学到深夜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如今的李通已经初步掌握了木匠的手艺 有时店铺里来了些简单的供货 师父便会让他去做 再看自己的师兄周安 在师父的指点下 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经常会代替师父外出作火 让师父很是满意 不过李通却没有因此自卑 他相信自己只要不断地努力 将来一定能够赶超师兄 成为一个合格的木匠的 张大师的妻子 去世的早 二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张诗师 这些年来张大师一直对女儿关爱有加 将她带在身边好生照顾 如今张诗师已经常成了一个亭亭欲力的大姑娘 她肤白貌美 再加上父亲又有着名声在外 所以张诗师便有了好多的追求者 不过张大师对女儿管教很严 很少会让她跟别的男子接触 要知道女儿可是自己的宝贝 若是嫁错了人过得不幸福 那她怎么受得了 所以便将这些追求者都拒绝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周安早就对张诗师清心已久 所以周安一有空就会去找张诗师聊天 希望能获得她的放心 不过张诗师似乎对周安没有什么感觉 对她总是保持着一些距离 让周安心里很是郁闷 而且周安渐渐地发现 张诗师似乎对李通很是欣赏 总会主动地找她说话 这可把周安给气坏了 这天夜里 周安便找到了李通问道 师弟 不知你对诗师可有好感 文言里通先是一愣 随即便摇头道 师兄说笑了 我不过是个穷小子 诗师如此貌寐 家世又不错 我哪里配得上她 听到李通的话 周安心中大喜 他拍了拍李通的肩膀说道 师弟莫要自卑 将来师兄会跟你说个贤惠的妻子的 说吧 周安便大笑着离开了 周安你难道 只要能拿下师师 将来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就在今日之后 张诗师从外面回来 就在他路过一处小路时 突然跳出来了几个匪徒将他给拦了下来 那匪徒色眯眯的望着张诗师 几双眼睛肆无忌惮地在张诗师身上扫过 让张诗师心里很是气愤 只听其中一人说道 早就听文章大师的女儿貌美如花 今日一见 果真是名不虚传 只要你将歌几个赔好了 那我们便放你离开 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文言张诗师不禁大惊 他连忙开口道 你们不要过来 若是我报了官 你们可都是要坐牢的 不料那些匪徒却猖狂地笑道 我们怎能给你报官的机会 今日你是逃不掉的 说霸己人便上前控制住了张诗师 张诗师心中大惊 他用力地挣扎起来 可是既然力气太大 他根本就挣脱不掉 这里是条进路 所以很少会有人来 张诗师心中不由的大惊 看来自己今日是要命丧于此了 可就在此时一声报喝起来 给我住手 哪里来的几个灯徒子 竟然感动我的女人 说吧 并见到周安大步跑了过来 他连忙将张诗师给拉到了自己身后挡住 张诗师心中一喜 没想到周安竟然来了 那匪徒见到周安阻拦 不由得怒骂道 哥几个给我打 给这小子看看我们的厉害 说霸己人便朝着周安攻击而去 周安没有倒退半步 而是直接迎难而上 很快 机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周安毕竟是一个人 很快就被机人按在地上报答 周安急忙喊道 诗师快跑 哪怕今日我命丧于此 也不能让你出事 文言张诗师心中十分感动 他本想上前帮忙 可是 想到自己力量太弱于事 便打算跑进村子喊人帮忙 等到张诗师带人回来 发现那些匪徒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了昏死过去的周安 众人连忙将周安送去了医馆救治 经历了此事之后 张诗师心中对周安便改变了看法 看他是越看越顺眼 之后在周安的追求下 张诗师便与他私定了终身 李通见状也是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其实李通心里也对诗师有着好感 只不过一直深埋在心底 不敢吐露罢了 这天 李通去外面做工 无意中撞见了师兄 只见师兄正与鸡人聊得火热 只不过那些人看上去凶神恶煞的 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李通担心师兄有危险 于是便偷偷溜了过去 很快李通便听到了鸡人的对话 那周安开口道 多亏了鸡尾兄弟们帮忙 我这才顺利地拿下了诗师 到时候好处定然少不了你们的 文言李通大惊 原来这几个壮汉就是那天的劫匪 这一切都是周安做的局 为的就是拿下张诗师 于是李通便急忙动身离开了 这一路上他思考了许多 最终还是决定将此事告诉了师父 等到周安回来 只见师父等人正一脸怒意地看着他 只听张大师开口道 你给我跪下 文言周安心中意紧 随后便跪了下来 只听张大师继续说道 你竟然买通匪图来威胁实施 真是个好鸡毛 若不是通儿 今日壮见 恐怕我女儿就毁在你手里了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蛋 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听到师父的话 周安浑身一颤 没想到竟然是李通毁掉了自己的计划 他连忙开口道 师父 徒儿知道错了 我也是太喜欢诗诗了 才会一时糊涂做出此事 还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可是张大师心意已决 要知道女儿可是他的命根子 而且就这周安的品性 将来止不住惹出什么火端 见状周安也是心中气愤 他怒骂道 好你个李通 明的不争来案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还有你这老东西 老子现在本领都学会了 哪里还用得到你 说吧 周安便转身离开了 张大师也被这个白眼狼气的不轻 多亏了女儿在一旁安慰 这才好受了一些 自打此事之后 张大师就对李通很是看重 因为他知道 一个人的品性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见到李通与女儿年纪相仿 便打算撮合二人 原本二人就对彼此有着些许的好感 如今有了张大师的推波助澜 最终二人便走到了一起 很快张大师便为二人操办了婚事 由于张大师广街善缘 所以成亲的当天便有着数不清的朋友过来帮忙 场面十分的热闹 可就在成婚后不久 李通便觉得自己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差 不久后竟是直接昏迷不醒了 妻子连忙去请来了郎中查看 可是郎中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这可把妻子给急坏了 当张大师得知之后便过来探望 他望着昏睡的李通 不由得眉头紧皱 随即便手中接印 只见一道白芒没入到了李通的脑海之中 随即李通便醒了过来 张大师开口道 通儿 你怎么会被煞气入体 这几日可曾遇到过什么怪事 文言李通不禁回想道 我未曾经历过什么怪事 只是前几日被一人给撞了 抬头一看 竟然是周安 可他没有说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文言张大师也是冷哼一声 随即便说道 看来就是他用的奸解了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邪门歪道 说吧 张大师便将一本秘籍递给了李通 张大师说道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一本秘籍 上面记载着各种奇异之术 你学会后万万不能行恶 否则我定然不会饶恕于你 文言李通赶忙答应下来 就这样便开始每日研究这些术法 这里面的神器之处让他都为之震惊 师父嘱咐他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使用术法 否则会为自己带来灾难 这天 李通从外面做工回来 突然见到一个跌跌撞撞的身影 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 只见妇人扑通一下 便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 李通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他便带着妇人回家去了 很快 李通便为妇人请来了郎中医治 郎中表示 妇人身子并无大碍 多半是恶晕过去的 等到妇人醒来 时时便为她做了些饭菜 妇人也不再客气 很快就将这一大桌的饭菜 一扫而光 吃完之后 妇人竟是对着他们跪了下来 妇人开口道 这位小兄弟 求求你就收留我吧 我如今家人已经都没了 我一个妇道 人家在外面流浪 可该怎么生活呀 文言李通 也是心中同情 于是便跟妻子商量了一番 随后便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你便在此住下吧 恰好家里还有几间空房 妇人换作柳氏 她对李通等人十分的感激 自打她来了 也没闲着 把这几间屋子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还会烧饭 那味道让李通等人很是称赞 渐渐的时时发现 柳氏似乎是对父亲有些好感 总会待在他身边帮着帮呢 于是夫妻俩便找到了柳氏说道 柳姨 不知你可愿嫁给我的父亲 这样我们变成了一家人了 文言柳氏不禁脸色一红 他缓缓点头道 你父亲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我自然是没有意见 就是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意思 见到柳氏答应 夫妻俩也是脸色一喜 于是便找到了张大师说道 爹 柳姨对你的意思 你又不是不知道 依我看你还是快些把柳姨取回家吧 文言张大师微微一愣 眼神中也是露出一丝纠结之色 片刻之后 他这才开口道 既然你们来此相劝 那这婚事我便同意了 过几日就迎娶你柳姨过门 就这样在三日之后 张大师便简单地办了装婚事 算是迎娶了柳氏过门 成婚后 夫妻俩很是恩爱 整天都要腻在一起 可就在几日之后 张大师突然提出要出一趟远门 说是要去献老朋友 原本柳氏还想着跟随 可张大师却拒绝了 就这样张大师便离开了 张大师临走前 特意嘱咐李通二人要好好照顾柳氏 万万不能疏忽大意 这天夜里 李通被一抛尿意给憋醒 于是便出门去茅厕 可就在他路过师娘房间时 却听到里面传来了阵阵翻箱倒柜的声音 不知道这么晚了 师娘还在找些什么 就在第二日 李通由于做工回来的晚了 到了家就已经天黑了 妻子也已经睡下了 于是李通便打算去找些吃的 可就在这时 师娘突然打开房门说道 通儿 你还饿着肚子吧 我这里给你留了饭菜 你快些来吃吧 文言李通心中一暖 于是便来到了师娘的屋里 可是他发现这桌子上却是什么都没有 回神一看 师娘已经将房门锁住了 只见师娘一脸魅意地迎了上来 师娘开口道 李通 我等你等得好苦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趁着你师父不在 不如我们 文言李通心中大惊 刚想着拒绝 便在脑海里出现了一道声音 李通不由的一正 随即便笑道 师娘如此美貌 只要能得到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听到李通的话 柳氏心中一喜 他缓缓开口道 你师父手里有一本秘籍 不知你可知道放在哪里 文言李通点头道 当然知道 那秘籍就在我屋里 我这就给师娘拿来 说吧 李通便跑了出去 就在柳氏得意洋洋的时候 突然房门被人踹开 随后张大师便走了进来 他冷声说道 我就知道你是为了秘籍而来 想必你就是周安找到的邪修吧 文言柳氏浑身一颤 没想到自己竟然暴露了 于是他也不再隐藏 只听柳氏说道 石像点把秘籍叫出来 否则今日你们都要命丧于此 张大师也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手中接应对着柳氏 便打出离道白芒 柳氏同样是施展术法对抗 可柳氏没想到 这张大师的术法竟是如此高明 不出片刻柳氏便败下阵来 最终被抓到了官府 由于柳氏手底下有着不少人命 最终被抓进了大牢 就连的周安也被一并抓了进去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经历了此事之后 张大师便将店铺都交给了李通来打理 妻子也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秀才洗衣服闹出人命 妻子上吊死了 娘 新娘是你前妻 从前有个年轻人叫张宝童 他爹早早就过世了 就剩下一个娘 他也早早地娶了媳妇 两口子人品都挺好 日子过得也挺不错 张宝童是个秀才 平时就在家读书 还把家里空余的房子租给了别人 这个租户叫焦可烈 焦可烈的老婆很不安分 平时作风不好 喜欢卖弄风骚 一天张宝童回家 从焦可烈门前走过 这女人看见张宝童长得帅气 就动了心思 但又没办法说出口 于是就断了半碗清水 一开门 看也莫看 一下泼了张宝童一身 张宝童说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这看也不看就泼水 这下可好 弄我一身 该如何是好啊 焦可烈老婆忙说 哎呀 我没看线 真是对不起 要不这样吧 你脱下来 嫂子给你洗洗 你媳妇要是问起来 你就说脱在书房里了 一会儿等你上学的时候 也就晾干了 中午过后 张宝童过来要衣服 这女人在屋里喊 衣服干了 自己进来取吧 嫂子不想下床了 张宝童听了这话 在外面犹豫了一回 但半天没见有人送出来 于是就自己进去了 谁知 她一进去 这女人立马把门一关 转身就把张宝童抱住了 张宝童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 赶快放开我 焦可烈的老婆说 我早就看上你了 嫂子早就喜欢 床上放着一把刀子 是李大鹏的 为时摸李大鹏的刀子 在焦可烈家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 这个李大鹏是个屠夫 焦可烈是个皮匠 李大鹏于是让焦可烈 配个刀鞘 张宝童一时心急 顺手拿起刀吓唬她 本来就是吓唬一下 谁知失手了 把她捅死了 张宝童一看失手杀了人 情急之下 扔下刀就跑回自己家躲起来了 焦可烈回来以后 一进门 看见自己女人死了 地上扔着李大鹏的刀 错以为是李大鹏杀的人 于是就赶忙到衙门报了案 这一报案 衙门就把李大鹏扣了 还判了个死罪 张宝童听到了 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惶惶不可终日 然后就去衙门自首了 县官一座堂 看见这男子生得眉清目秀 说年轻人 世上的冤枉事情多了 魏石某本衙门已经判了的案子 你还来自首呢 张宝童说 老爷 李大鹏不能杀 人是我杀的 就该我偿命 不能冤枉李大鹏 县官 既然如此 衙医们就把他绑了吧 然后张宝童就下了大狱 李大鹏自然也就放出来了 邻居们知道了以后 就回去和他娘把事情说了 他娘哭得是伤心欲绝 然后就花了些钱 拜托乡神门去县衙去说情 乡神门到了衙门和县官说 这是焦可烈老婆的错 不愿人家张宝童 这样自然够不上偿命 县官经过几天研究以后 就同意了乡神门的建议 说那就赦免他的罪过吧 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几年以后 西京长安开了课 张宝童知道以后 就和他娘商量 说 娘我想去考科局 可就是发愁 咱家没有入费 他娘说 孩子 娘这些年还攒下几两银子 你拿上当做盘缠去赶考吧 就这样 张宝童就踏上了赶考之路 有一天 张宝童在路上坐了一艘船 船在江面上走着走着 突然刮起了大风 一下把船打翻了 船上的人都掉进了江里 有的比较幸运 抓住船头过了江对岸 不过 张宝童也过去了 但装银子的包袱 掉进了江里 这事情 一下就传回了村里 村里人不知道具体细节 都说得淹死了 张宝童的媳妇 叫田翠平 朕与人心眼很好 然后就对婆婆说 娘 您不用哭 我养活你 他娘含着眼泪 感动的点了点头 再说张宝童 虽然过了江 但墨银子酒 无法去赶考了 于是只好沿街乞讨 然后每天晚上 在一家铺子前睡觉 早晨醒来以后 就把门前打扫地 浅浅静静 这家铺子的主人 是一个园外 姓吴 这一天 吴园外堆长宫说 明天早早起来 把铺门前打扫干净 因为要过节呀 长宫说 不用咱扫 每天咱一摘铺门 就有一个要犯地年轻人 他就给咱们 打扫的光溜溜的 听长宫一说 是个年轻乞丐 吴园外心想 我缺子无后 不然叫这年轻人 给我做个明灵之子吧 主意打定以后 到了第二天 吴园外还没等 小长宫起来 他就早早起来了 一摘铺门 果然看到这个年轻人 在这里躺着呢 吴园外开口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士 做什么来了 张宝童将事情一说 吴园外说 年轻人 我有句话 想和你说呢 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宝童说 园外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吧 吴园外说 你看我家财万贯 还有好几个铺子的买卖 就是没有后 你看 你能不能给我做个干儿子 不知意下如何呢 张宝童高兴的说 如果园外不嫌弃 在下没事磨一剑 然后马上就叫了一声 爹爹 吴园外高兴的说 那好 那好 爹爹叫你读书 这一刻如果耽误了 咱们下一刻再去考 吴园外 然后就把张宝童领回家 一家人也都非常高兴 然后每天就让他读书 还给他找媳妇 张宝童说 我家里有人 还有娘 我得回去看看 如果我女人嫁了 那我就把我妈借来再说吧 吴园外说 既然这样 爹给你拿上钱 骑上马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张宝童走后 有人对吴园外说 吴园外 你是明白人啊 怎么做这糊涂事呢 你的干儿子 他是没办法了 才给你你当儿子啊 如今你拿上钱让他走 人家还来能回来吗 吴园外说 哎 你不懂 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 他是我的亲儿子 他说什么 我就得依他的 他回去走上一趟 媳妇要嫁了 我再给他娶 这孩子可靠 张宝童在回家的时候 路过了岳父村里 岳父田二红是个开店的 张宝童心里说 开店人莫好人 我走了好几年 女人及时莫嫁人 也一准在他爹这里住着呢 我今儿就住他爹这店里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天刚黑的时候 他就进了店 一进院 田二红见公子拉着马 因为天黑也莫看清楚脸 忙说 公子 住店啊 咱家有上等的好房 还暖和 张宝童说 行行行 田二红赶紧把马拴起来 这是 张宝童看见他媳妇在井台上站着呢 原来 自打张宝童走后 田翠平一直莫回娘家 这是头一回回娘家 张宝童进了客房 田二红忙提来开水 说 公子 喝水 你说我这客房怎么样啊 张宝童怕丈人看出来 背着灯光说 打尖一时 住店一晚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没个赔税的 田二红说 那容易呀 我给你找个赔税的 你准备花多少钱 给你十两银子 好 你等一会儿 我给你找去 田二红回了家 对老伴说 老鬼 店里住下个公子 要个赔税的 人家给十两银子 你他老伴说 看你这死老汉 和我说什么意思啊 我能挣人家这钱 然后又说 叫翠平娃去吧 这不比他在家里受苦强 田二红说 娃好今年不回来 叫娃做这营生啊 你这老鬼 田二红也不管老婆说什么了 然后转身过另一个房间说 翠平 爹有个事想和你商量的 翠平说 爹 啥事你说吧 田二红说 咱店里住了个公子 想要个赔税的 你去陪他一晚上 爹娘不会跟你说出去的 翠平一听 气得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田二红说 爸 爸 爸 我觉得你在婆家里那边 尽受苦了 我心想这人给咱十两银子 要是别人挣走我心疼 然后就和你商量 说完 海夏胡女儿 便去马棚上 要死要活地上掉去了 女儿看见 忙跑去说 爹爹你不能这样 田二红说 这事情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要去死 翠平说 爹不能死 我去还不行吗 田二红马上换了笑脸说 哦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 田翠平回来 洗了脸 插上粉 打扮起来 他跌领上去了 一进门 田二红朝外索上门 张宝彤在炕上一抬头 看了一眼 然后又回头看书 田翠平一看 是他男人 走又走不了 留有留不下 一下江在那里 张宝彤看了一晚上书 田翠平在地上直挺挺站了一晚上 天亮以后了 他爹已开门门 他跑出来 回来抱住的妈说 娘 你女婿回来了 我可不能活了 他娘就吆喝着他爹 说 女婿回来了 田二红哪里相信 说 早就喂鱼了 哪还有什么女婿呢 说完就去找住店人算账去了 进门一看 纸线桌上放着二十两银子 人不现了 再走到马圈里一看 马也不在了 原来客人早已经走了 张宝彤回到家以后 二兄弟乐的说 我嫂子想你想的眼泪都哭干了 还都说你淹死了 二兄弟又说 你看 我嫂子平时也不回娘家住 凑巧 昨天回去一下 你就回来了 张宝彤沉默了半天开口了 说 你给我叫你嫂子去吧 二兄弟答应了一声 就骑上张宝彤的马 去找他嫂子去了 到了田二红家 他嫂子认得这匹马了 回去抱住他娘 就是个哭 小叔子平时是个幽默的人 贬开酒说 嫂子真是莫福气 整天想找我哥呢 人家回来了 你却哭上了 翠平他娘说 孩子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是回去吧 不然更没有办法解决了 老二又说 我哥回来了 还有一个袋子 看得挺沉 八成是银子 嫂子快别哭了 走吧 田翠平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跟着小叔子回家 谁知刚到了院里 还没下马 张宝彤抄起马江绳 就打向田翠平 张宝彤他娘还蒙在鼓里 用头顶住张宝彤说 怎么会回事啊 你丢了多少年 魏师摩一回来不问青红皂白 就打媳妇啊 要打你打死我这个老太婆吧 然后一头把儿子撞开 到了周围 别人都在吃饭 可这媳妇 悄悄上掉去了 婆婆看见了 赶紧喊儿子 张宝彤说 快 快 快赶紧救下来 当众人把翠平放下来以后 发现已经没气了 张宝彤对老二说 兄弟 你去给他爹娘报丧去吧 看他嫁谁来呀 老二说 哎 活得我去叫 死了还是我去 说完 老二就去了 老二去田家一说 田二红说 回去就死了 准是他自己不好 俺默认去 老二回来和他哥一说 他哥说 埋了吧 婆婆拿出衣裳来 哭着给田翠平穿伴 有个本家叔叔 外号叫红砖 熊得跟老婆穿一条裤子 他老婆来看 装死人来了 心想 你们家里那么多衣服 俺两口穿一条裤子 给上俺几件 可是话到嘴边 也莫敢说出来 然后大家台上就把人埋了 他回了以后 就对红砖说 人家他大娘 给媳妇左一身 右一身往身上套 套不上的 都填在棺材里了 我有心要一条 没敢说 看你那点出息吧 赶紧脱裤子吧 我好穿出门去看看 别说 红砖被媳妇一说 也动心思了 然后等夜深人静了 他去接木 挖开木 然后一接棺材板子 田翠萍直直地坐起来了 一下把他吓死了 其实翠萍没死 被这磨一折腾醒过来了 谁知醒来一扭头 看见了红砖书 而且还是死的 这可把他吓坏了 有心想跑 但是身上是软的 站不起来 没办法就爬 就这磨跌跌撞撞地 爬回了自己的娘家 然后就叫门 他娘正想 女儿想得睡不着呢 听见了有人叫门 就对田二红说 老鬼 你听娃娃阴魂不散 大门上吆喝呢 你这个天杀的 可把女儿害惨了 田二红骂老婆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 发失魔疯啊 但是媳妇一直说 有人叫门 田二红仔细一听 好像确实有声音 于是田二红出来 一开门 果然是女儿回来了 急忙领回家 娘儿俩一现 啥也没说就哭 边说边哭 就这么折腾了一晚上 第二天 田二红怕人知道底细 瞒着人 只要一有人来 就把女儿藏到柜子里 时间长了 老婆对他说 一直藏也不行啊 得再想个办法 他一想也是 然后说 咱到远处 给崔萍再找户人家 嫁了算了 老婆莫别的办法 只能依他 老两口带上女儿就走了 一直走得过了江 和这里一家姓陈的结识了 他们也改姓陈 然后就住下来 再说 张宝彤带着他娘 回到他前爹家 说媳妇死了 无缘外听了 就给儿子再找媳妇 可张宝彤向了好几个 都看不上 无缘外气的说 是我莫夫妻 养儿不见孙 到头一场空 这天 无缘外见了姓陈的 就对姓陈的说 我那儿子 到哪里看媳妇也不对 愁死人了 姓陈的说 我有个任户侄女 不妨你去试一试 无缘外跟上姓陈的去一看 觉得挺有演员 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去 和张宝彤一说 张宝彤说 只要我娘愿意就行 因为原来的媳妇 对我娘很孝顺 张宝彤他娘就去看 一看着女儿形容动作 心理想 和原来那个一样 世上难道有一样的人理呢 回来后 就对张宝彤说 孩子 和你投一个媳妇一样样的 咱取上吧 张宝彤说 只要您愿意就行了 一说这话 无缘外高兴坏了 没过几天就要贺喜 就这样热热闹闹的 把亲事办了 然后就入了洞房 不如不要紧 一入 张宝彤一看新娘 觉得不对呀 然后就问 你是田崔平吗 田崔平说 是啊 你是张宝彤吗 张宝彤说 是啊 你怎就活了呢 田崔平说 都是你那好叔叔钱的好事 半夜来盗墓 我才这磨活下来 张宝彤一下摊坐床上 然后回想起旧事 心里不乐 就挖苦说 你给你爹砖银子 接客呢 田崔平说 我皆也莫皆别人 你倒是清白 怎么还当嫖客呀 张宝彤说 我嫖也是嫖你呀 没嫖别人 两人就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斗嘴 一直笑了一夜 无缘外在外面 听到了里面的笑声 也高高兴兴的睡觉去了 最后想说 人就是这样 一次次的相遇 又一次次的错过 拥有时无所谓 失去时之可贵 一往昔日探今朝 原来才发现 埋藏在心底的是那份遗憾 才知道原来的一切是 纳摩的美好 祝福天下的有情人 一地一历史 一地一人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